马上又要到了连续假期 不过要提醒大家 这周六的下半天就要变天了 活动上有什么安排 假日有什么好去处 赶快把时间交给雨洁 观众朋友早安 哇 这一个礼拜真的过得好 快又到周休假期了 大家有想好要去哪里走一走了吗 雨洁呢 现在所在的地方啊 就是在新北投车站 其实呢 这边啊 是过去呢 这个台铁北旦县呢 这个仅存的百年车站哦 您可以看到呢 这个车站啊 它是以一个日式的木造建筑 而且呢 现在啊 在这附近呢 还停放了一辆呢 这个有很多年历史的一个车厢哦 让大家呢 可以来这里拍拍照 非常的有风味哦 好的 其实说到这个北投啊 大家第一只觉得联想到的 应该呢 就是要泡汤咯 的确 因为呢 这个星期六呢 温度就会往下掉了 就非常适合泡汤了 那么在这边呢 也稍微跟大家简介一下呢 新北投 也就是北投区这边的这个温泉 其实它是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因为呢 在这个北投西的上游呢 有所谓的北投石 而这个北投石呢 是含有这个微量的雷元素的 而且呢 它非常非常的稀有哦 因为呢 全世界只有两个地方有 一个呢 就是在台湾的北投 另外一个地方啊 则是在日本的玉川了 好 据说呢 这个雷元素的这个北投石呢 是可以呢 为我们这个细胞呢 可以做一些活化的 而且我们在泡汤的时候呢 就可以特别觉得身心舒畅哦 因此呢 它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地方 在这边让大家呢 也都觉得可以来到这里哦 泡汤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舒畅 好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啊 除了泡汤之外呢 最近呢 在这一带呢 也有一些活动 也就是2021铁道生活节的活动 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活动的内容有哪些呢 其实包含了像是呢 这个经典文化体验 那一点呢 就是在新北投车站了 让大家呢 可以体验一下呢 这个60年代的生活 而另外呢 配合这个活动啊 附近的商家呢 也有一个扭蛋的活动 让大家呢 可以去玩一玩 那么如果你喜欢听听音乐的话呢 在周收假期两天呢 也都有音乐的表演 像是呢 在这个16号 也就是明天呢 在这个北投的媒体呢 也会有表演 还有到了17号呢 在新北投车站呢 也会有音乐的演出哦 所以呢 就欢迎大家 如果周收假期 目前还没有想到要去哪里的话呢 来到北投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哦 不过呢 想要外出 大家应该都非常关心 那天气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啊 宇婕赶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咯 好 首先呢 我们先从这个雷达回波图上面来看到啊 其实呢 虽然从昨天半夜到清晨呢 还是有一点点水气呢 在台湾的东南部 不过呢 随着太阳出来之后呢 这个水气就逐渐的减少了 因此今天整体而言啊 各地的天气状况呢 都还算是蛮稳定的 我们从雨区预报图上呢 可以更清楚的看到 今天呢 除了在东南部地区 东部地区呢 还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雨势之外呢 其他地方在上半天都是非常晴朗的一个天气状况啊 只有呢 在午后山区还是要留意 偶尔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那么呢 天气呢 变得比较晴朗一点呢 温度也会觉得比较高咯 我们从这个各地的温度预测上来看到啊 其实全台各地今天的最高温呢 都还是有机会来到30度以上 尤其在中南部地区呢 今天还是有机会来到32度 33度的 所以呢 长时间待在户外还是会觉得比较闷热 提醒大家要多补充水分了 好 那我们就为大家整理一下气象小叮咛的部分咯 今天整体而言啊 跟过去几天相较之下呢 水气真的是减少了许多哦 各地呢 都是有机会见得到阳光的稳定天气 不过特别提醒呢 包含像是在东半部地区 还是会有一些零星降雨 另外午后呢 中南部的山区呢 也是有降雨的机会 所以要上山的话 一定要小心安全 好 那么另外还要再提醒大家 特别注意的就是呢 这样的天气会一直到星期六的上半天 星期六的下半天开始呢 东北风就要增强 而且这次的东北风很有感哦 因为呢 温度会往下掉蛮多的 像是呢 在北部地区的这个低温的部分呢 预计会来到19 20度 我真的会觉得比较凉一点点了 而且呢 还会有降雨哦 所以建议大家呢 在活动的安排上面呢 周六的下半天主要出去的话 记得呢 要为自己准备一件博外套 也要攜带雨具咯 好的 那么以上的天气资讯 就提供大家所参考了